举个例子 你不到农村去锻炼一段时间 你永远不知道农民是何等的辛苦 所以你就会浪费食物 糟蹋粮食 你没有真正享受过清静的乐趣 也没享受过没有烦恼的安静 你永远不会知道烦恼对你来讲有多痛苦 所以只有彻悟才能解脱轮回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佛法界讲 明心见性就是你要心中明白 任何事情不管它是善的恶的 你都要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 师父还说 举个例子 你跟这个单位的同事很要好 如同小姐妹一样 当你知道他只是在这儿实习三年 三年后终有一天他会离开你 你这就是见到这件事物的本性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法区变形度三界 金刚不坏是佛心 听到师父的声音 再看看 师父过去法会上 喜笑颜开几个小时坚持 精力充沛的激励和鼓励加持 我们这些孩子 如春风话雨 那是需要多少能量 撑着身体耗费多少元气和生命力量啊 更不用说 每天夜以继日地拼命耗费生命元气 给重病看图疼了 可能肉体繁胎的我们和重症病人聊一会儿 就会病倒了 但您用血肉之躯 做到了金刚不坏之身做到的事 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让无数的家庭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因为您有佛的金刚不坏之心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业障爆发 菩萨听到我的祈求 各位师兄好 我现在以自己亲身体验的经验来献身说法 3月24日当天晚上做完家事 开始坐下来念小房子的同时 突然肩颈感觉被人掐住似的 感觉血液无法流到大脑 整个头痛到不行似的 心中无限的紧张跟担心 心想我还有生病的孩子要照顾 还有就读小学的孩子要养 我许的愿力及小房子未完成 我绝对不能倒下去 马上意念求菩萨妈妈帮助我 让我稳定下来 我一定会好好念经 我也会现身说法的 等身体稳定一些时 脑中出现一段意念 赶快去小佛台 去求释迦牟尼佛 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 等我身体稳定 我马上冲去小佛台 跟菩萨许愿69张小房子 给我自己的药精者 放生1200条鱼 等身体好了 我会现身说法 让更多人相信 菩萨妈妈真的是慈悲的 真的如同师父说的 只要愿力下去 菩萨妈妈都有听到的 我过了十分钟 肩膀马上松开了 仿佛没被掐住似的 我眼泪马上掉下来了 菩萨妈妈真的一直在保佑 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们 真的是有求必应啊 菩萨在天上 都有在看我们每位孩子 也听见我们的声音的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师卢台长 创立了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们在家 就能念经与菩萨接上气场 来解决生活中的苦难 我想说两件对于我来说 很灵验的事情 一 师父圆祭时 师兄们都在帮师父 念诵大悲咒一百零八遍 可我那时候还不太会念大悲咒 我当时半夜两点开始念的 我就对着手机念 念一会儿睡着了 起来再念 我当时心想 菩萨啊 能不能让我快点 会背诵这个大悲咒 不然我这一晚上啥时候能念到一百零八遍呢 到早上六点左右 我才念了四十九遍 眼睛疼得受不了 睡着了 等再次醒来 十一点了 接着念 我竟然直接会背了 当时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以为是我胡背的 肯定是上句下句都错位的 我对着手机又背诵一遍 一看真的全对 就在这一夜之间 我连念都念不通事的经文 直接会流利背诵了 二 有天晚上做梦 梦见在动物园 一个大狮子 咬了很多人 我被当作 他在下一个目标时 我们四目相对 我在想 怎么办 怎么办 对了 师父说过 有危险 念大悲咒 能量很大 我就试着 一边看着他 向我走来 一边念大悲咒 等他走到离我一米远 他直接拐弯了 没有咬我 我自从开始念经后 生活事业都变得顺利多了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不是我今天接了多少活 挣了多少钱 而是不要打扰我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做完今天的功课 如果能再多一点时间 让我能多念一张小房子 我就觉得 我开心地飘到了云层上 我想对刚开始学佛的 有缘人说 你们真的要相信 菩萨的存在 师父说了 只要你许愿了 菩萨就已经定好了 解决你这件事情的时间 你只要好好念经 许愿 放生 看白话佛法 多做功德 一定会有被解决的一天 一定要坚持 不要怀疑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富翁的狗 在散步的时候跑丢了 于是他急匆匆的到电视台 发了一个启示 有狗丢失 归还者赏金一万元 并有小狗的彩照 和大的 充满了一个大的荧光瓶 这个送狗的人都来了 结果这个妇人说 不是我们家丢失的这个小狗 这个富贵的太太心想 肯定是捡到狗的人 嫌我钱给的太少 那可是一个纯正的爱尔兰狗 于是富翁把 酬谢的金额改成两万 那只狗 其实是被一个乞丐 他在公园里躺着 打盹的时候捡到的 乞丐看到广告后 第二天一大早 就抱着狗 准备去领那两万元的酬金 当他经过一家大百货商场的时候 一看到荧光瓶上 那则寻狗起事 赏金已经变成了三万 这个乞丐马上又把狗抱回自己的窑洞 把狗重新拴在那儿 第四天 赏金果然又长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乞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大屏幕 当抽筋长到 使全城的市民都感到惊讶的时候 乞丐觉得满足了 他回到了破窑洞 但是那只狗已经死了 因为这只狗在布翁的家 吃的是鲜牛奶烧牛肉 对乞丐从垃圾桶捡来的东西 他根本不能去吃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欲望越多 你失去的会越多 因为我们人有智慧 不要在欲望当中消磨自己的生命 我们人不能要什么 就一定要去得到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的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要的太多 我们人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要感恩啊 因为感恩 我们今天还活着 想一想 凯撒大帝当年 经常跟他的侍从讲 我凯撒大帝 征服了亚洲 欧洲 非洲 我是一个世界顶级的人 当我死的时候 你们把我两只手 放在棺材的外面 他的侍从问他 为什么 他告诉他的侍从说 你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凯撒大帝死的时候 也是两手空空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吃了再多消化完 钱财太多 多隐患 人太多情 感情乱 红尘颠倒 觉醒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